春节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 由于挖矿盛行和黄牛风响的缘故 让RTX3D系列的供货情况近乎崩盘 竟然也导致老黄原定于去年年底公布RTX3080Ti的计划被迫延期 但随着近日RTX3050Ti的持续曝光RTX3080Ti的消息也浮出了水面 其中一则就指出 3080Ti将会和3060一样被限制挖矿能力 至于具体的情况如何 赶紧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或许是因为近日显卡核心的产能有些许恢复 所以皮一刀客老黄觉得它又可以了 于是又把准备取消的RTX3080Ti拿出来切了切 而作为填补RTX3090与RTX3080之间巨大空缺的RTX3080Ti 肯定是用于对抗苏码RX6900XT的 形容在规格参数上 根据此前的消息可知 RTX3080Ti将会基于和RTX3090同样的GA102核心打造 但仍将会由三星8nm工艺代工 预计会拥有10496个Cuda核心 82个计算单元 82个RT核心和328个张量核心 但从最新的消息来看 为了保持与3090有明显的区分度 RTX3080Ti这次算是回路重造了 形容Cuda核心有原本的10496个 缩减至了10240个 而计算单元RT核心和张量内核等等 从原定的82个328个减少到了80个和320个 但也不用担心这些改变对其性能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被大家所期待的3080Ti 20GB显存可能没有了 全而代之的将是和RTX3060一样的12GB 但这个12GB的显存规格会和RTX3090保持一致 也就是为困为384bit的GDDR6X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其性能会被大幅缩减 至于具体怎么样 考虑到RTX3090只比RTX3080强上15%到20% 而RTX3080Ti又是定位于两者之间的 所以RTX3080Ti与RTX3090的性能差距应该会在5%到10%左右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RTX3080Ti将会成为最好的4K游戏显卡 但又不至于威胁到RTX3090作为8K游戏显卡的地位 不得不说老黄的刀法依旧是一个字 绝 而在价格方面 考虑到RTX3080Ti对标的是RX6900XT 所以其应该会保持与之前相同的价位 也就是国内售价7999元起 将于4月底推出 除此之外 为了进一步限制矿工封抢游戏卡的现象 并确保让更多的玩家买到 RTX3080Ti将会采用和3060同样的挖矿能力限制 以保障更稳定的供货 至于RTX3080Ti还会不会成为一张有价无货的空气显卡呢 这就在市场去验证了 另外关于RTX3070Ti也有了最新的情况 预计会用16GB的大显存 详细的情况将在下期视频中继续为大家讲解 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因此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